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许之一句阿弥陀佛 词之极极 就是你应当知道这句阿弥陀佛 好好的持名念佛 达到了终极 意思就是这个极就是三昧的功夫了 就是这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把他好好的持名念佛 怎么样 就是这句佛号而已哦 达到了极点 就是有三昧的功夫 心不乱 一心不乱 成佛善有余 极心极佛呗 是不是 有的人说呀 念弥陀经 念佛 念得太少了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灭这个定业 灭这个定业 阴光大师不这么认为 阴光大师就说了 佛法就如同金钱 在人善用 你有钱 那么何事不可为 你有佛法 哪一种不会解脱呢 哪一种情形不会解脱 一定会解脱 怕的就是懒惰 要不看 每天就想去往外跑 喝喝咖啡 每天往外跑看看电影 或者是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所以啊 有志者士进程 修习佛道的人 还得要精进勤劳的人 太懒惰 根本就没办法 路人专修一法 如果我们经教也听 也懂得理 也懂得事 可是呢 我们专门 啊 词这句佛号 何求不得 入一心性的三昧功夫 那么何求不得 你一定达到解脱 怎么可以说 齐区区 区区就是小小的 少少的 齐区就是怎么能够说 啊 区区小小少少的 念一些咒语 念一些经典 啊 便得此功德 啊 啊 不能这样讲 啊 只要你千惨 啊 一心不乱 所以啊 齐 就怎么能说 怎么能够说 啊 小小的持咒 少许的念佛 念经 便说 得到此功德 而不得其他的功德呢 啊 意思是 念佛便得此功德 同时 也得到其他的功德 这句佛号 就念得上 前面那一句就是 持字 自己 持字 集集 就是 我什么都万年放得下 就是这句佛号 所以这句佛号 你在哪里上班都一样 你当医生也可以念啊 你当护士也可以念 在自己的房间啊 啊 因为有时候睡觉前啊 穿的这衣服比较不整齐啦 印光大师讲的 在晚上啊 如果我们衣服穿的比较宽松啊 或怎么样 要默念 怕对佛不恭敬 或者金刚词 金刚词 金刚词就是这样 金刚词 而默念就是 虽然不出声 可是听到心灵的声音叫做默念 内心里面听到 阿弥陀佛 所以声音不需要开口 心灵就可以 按照那个节奏 我们的心会唱歌的哦 万法为心所造啊 心当然能唱歌啊 能想象啊 能画画啊 我们的心啊 所以啊 我们的六根 纵然 有眼睛不好 可是我们的节性不坏 纵然我们的耳根也许不好 可是我们的节性也没有坏啊 也没有坏啊 纵然一个人 喉咙 不能喉咙 没有办法 念佛 可是他心灵可以唱 可以唱佛号啊 对啊 内心里面呢 要不然那些 你做的这个歌 怎么做的 这歌就是自己啊 心啊 靠想象出来的那个节奏 所有的谱歌的人 都是由心谱出来的歌 谱出来的歌 对不对 所以说啊 谱那个歌还是从心灵 所以念佛 从心起啊 从耳入啊 从心入 又从心起 从口出 又从耳入 这样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 莫让佛号外流 通通通通是三密的功夫 这一段的意思就是 只要你虔诚 自心肯欠 一心专持圣号 那么所有的功德都具足 但是啊 一定要听经文法 那 诸位 为什么 我不主张 佛妻 或者佛山 都只有念佛 师父是一个读书人 我了解教育的重要 师父是一个读书人 所以我非常了解这个教育的重要 教育可以让一个野蛮的人 变成一个文明的人 教育非常的重要 very important 那么教育可以由一个凡夫 转换成圣人 都是因为教育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榜样 他教化徒弟 四十九年 谈经三百余会 他所做的工程 就是教育的工作 转化的工程 而且这个转化 从心灵 彻底的转化 彻底的转化 作为 如果万法不回归到心相 借力 就会有增值 无论是四分力五分力 魔后生起力 十松力 一定会增值 如果一个人修行 在向上里面论有论无 这个人修不懂的净土 如果没有回归到真有自信 这个人也不懂得佛法 也绝对不懂得佛法 我告诉你 师父今天讲的这个转化 很少人跟你讲这个东西的 几乎没有了 大家都说从这里往生到那边 其乐世界 但事实不是这样子的 跟真实的净土 信佛事 心清净 佛立刻现前 要不然你看 打开那个回向 七生必秦 道廉词 七生必秦 一杀就道廉词 怎么道廉词啊 就当下呗 要不然从这里往生到十万余佛徒 要怎么走啊 你走我看看 这样你就了解 哦 原来清净国度 弥陀不从他的 那你就知道开悟见性 有多么的重要 清净善知识 有多么的重要 师父今天讲的这一个小时 让你摸一世的人 让你搞一辈子 你都绝对没有办法 体悟到这么深的东西 那绝对没办法的 啊 人阴皆善缘 自卑道无边 宽阔的胸怀 动感天地间